随着国安会在昨天宣布将再度延长全国封锁多两个星期 内政部今天也说明民众所持有的通行证件 就算在本月中过期也依然可以继续使用 直到第二轮封锁令结束为止 与此同时内政部也为逗留在我国的240多万名外国人捎来好消息 政府将把他们纳入全民免疫计划内 从外籍配偶外劳到扣留犯都可以施打新冠疫苗 内政部长拿都斯里寒扎在努丁 今天在部城内政部召开防疫执法记者会 首先就回答国人关于通行证过期的疑虑 他表明有鉴于许多民众所持有的工作批准信和官方通行证 有效日期直到第一轮封锁令结束 也就是本月14号 因此内政部已经指示警方等执法单位 继续放行证件过期的民众 直到第二轮封锁令在28号完结为止 韩家指出 工业部、通讯部、内政部、人力资源部、房地部和清体部 以及国家银行、证券监督委员会还有警方 另外韩扎也回应国内外人权组织的呼声 宣布内政部将与科医部合作 安排都留在我国超过240万的外国人群体 分扎接种新冠疫苗 音频道 sekurang-kurangnya kita mahu supaya semua mereka yang ada dalam negara kita warga negara atau warga asing dapat diberikan vaksin melalui program yang telahpun diumumkan oleh Menteri Mosti saya akan bekerjasama dengan Menteri Mosti untuk memastikan warga asing dapat menerima vaksin terlalu 内长引用数据说明 我国境内的外国人群体 数量相当庞大 其中持有临时工作签证者 就占了将近140万人 永久居民和外籍配偶 也各有27万和17万人 除了持有合法入境文件者 政府同样承诺 会被羁押在监狱 或是移民局扣留营的 3万多名非法入境者 还有联合国难民署认可的 18万名难民提供疫苗 韩扎也说 内政部的重置非法外劳计划 依然在进行中 呼吁那些 聘用无证移工的雇主 别再状豫 务必配合政府的漂白计划 协助鉴定这些群体的所在地 现在我们已经移民估计划 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计划 决划 决划 能够 知道 他们的 帮助 帮助我们 给我们 我们的证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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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申请工作准证 那些想要回国的无证移工 内政部也可以做出安排 韩扎坦言 政府不希望这些滞留在我国的无证群体 做出偷盗水电 霸占土地和污染环境的行为 因此打开方便之门 让他们自己做出选择 谢谢